最近天氣不穩定常常發生大雨 造成部分地區積水 但也因此讓空氣變乾淨 天空千變萬化 南投埔里一位文史工作者潘巧老師 透過空拍機 在雲端上拍到觀音圈 山頭的雲鋪也變化多端 讓人看了彷彿置身仙境 因為最近常下雨 所以就是天空會變得比較清澈 然後早上可以看得到觀音圈 然後晚上可以看到銀河 大雨過後的隔天清晨 在埔里盆地的上方 很容易就會出現美麗的銀海景色 如果當天天氣晴朗 還有日出 在銀海的上方 便可以發現十分罕见的觀音圈 而另一位穗影家 它則是在漁池鄉的金榮山 同時拍到雲海上的銀河 和雲海下的琉璃光 形成銀河、雲海、琉璃光 同時出現的難得景象 最近看起來信心也比較多 比較美觀一點比較好看 前一天如果是白天有出大太陽 那當天當晚又下了雨之後 那天晚上銀河 然後加上滿天的星星 底下下一層的時候 又是整個都是雲海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 一次三個天象開始入大 專家說 因為下雨之後天空變得更乾淨 就算不去高海拔身上 也能看到山頭變化多端的雲璞 幾億碗的銀河和流離光 讓人見識到大自然奧妙 也感受到南投的美景 美得冒泡 記者曾公佑 蘭頭士採訪報導